關慰知 女士 關慰知 有一位女士接了一個麥克風 我請大家尊重發言的朋友 我們要在這個公開論壇 讓大家有公平的機會 其實我只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在電視機上 其實政府那段宣傳片 是很強調那五個出決的議員 但其實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那是否對人不是對事呢 第一輪的朋友已經發現 剛才一位 我現在再檢查一下她是回來了沒有 是延碧婚 延碧婚女士 似乎還沒有回來了 好 那我就請林局長 就住剛才發言 作一個回應先的 好 多謝幾位議會的市民 是提出你的意見的問題 就是關廣康先生 就認為香港的政制 在我們的《基本法》下 是沒有這個公投國的 這個沒有情況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主權的體制 也都是在立這個《基本法》之前 在1990年前 是曾經有一個階段提供我們政制的發展 如果我們有修訂我們的數據制度 是可以用一個公投的方法 來達成公式的 但是最後我們在90年 三、四月期間立這條《基本法》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公投的方案 所以我們在香港是沒有這個制度 而我們選出立法會議員 我們是希望他們用心地 和做足四點來侍奉 這個香港的社會議員 既然現在是出現了問題 我們就做這個公眾思訊 看看是怎樣 和大家的意見 是否支持要堵塞這個漏洞 而學生 你提到 在這個國際人權公約下 我們是有參選權 被選權 投票權等等 這個當然是實際 我們也都在香港 是按照這個人權公約 我們有立法的 而我們香港的選舉制度 也都是體現了這個參選權 和被選權、投票權 現在我們是用這個 替補機制的方案 我們其實都是希望 用回我們每四年一次大選 那個的結果 來做替補 所以這個基本法的規定 由選舉產生 這個立法議會 我們依然是符合的 而莫先生 你特別講到 我們在香港是互相尊重 這個當然是 我們在立法會裏面 立法會以外 我們來到討論問題 都是應該是不相尊重的 而嚴達明先生 你特別講到 香港社會 你認為是走向共產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是難以認同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而最後 我相信阿花小姐 你問我們那個 你問我們那個 的宣傳短片 我們只是指出去年 是有五位的演員 提中途的床 是請前 這個問題是需要處理 我們處理的 不是處理幾位的人士 而我們是處理 這個選舉的制度 多謝大家 多謝道長 剛才發言的參加者 發言的時候 林瑞倫局長 是很用心的聽的 所以當林瑞倫局長 講話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以同樣尊重的態度 好了 第二輪 五位朋友 我抽出了 第一位是歐樂軒先生 第二位 李肖昌先生 第三位 林漢菲先生 第四位 任良健先生 五位 李啟昌先生 有請歐樂軒先生 歐樂軒先生 第三項 有數點 大家好 我是歐樂軒 聽見林瑞倫局長 這個咨詢 我送你三個字 假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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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看外面 這份公眾諮詢 華記者 那四個方案 四個方案 四個方案 話就說四個 其實呢 我剛剛跟文婉一齊說 根本就只有一個 就是說 其實只不過是希望 就是去堵塞 那些人的參選權 和被選權 你不要再去說 這些做法 是保障著香港人 就是這些參選權 和被選權 不要再說是合乎基本法 你用同一個這樣的選舉結果 來做一個這樣的契保 你是違法的 你是違反著 基本法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是需要由選舉來去選出 你不是用一個同樣的民意來去代表 那四個方案 其實全部都是說一個的方案 怎樣一個的方案 就是說你全部的方案 其實都只不過是為了堵塞 或者這個參選的權利 就是完完全全的 是來到去 令那些人 是不能來去選一個 選出的議員 很簡單 那我其實呢 只不過是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你幾個方案 全部都是來去說 一些出決的議員 還不能再參選 那當然不可以有方案 就是維持原判 就是維持回我們現在有的選舉的權利 就是這樣 封集合至 好呀 大家可以選擇 再拍一張 主題 你只能去紅石壇 你再拍一張 速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